4月3號地震發生當時 花蓮市風川移出釣魚池 約有8名的釣客正在釣魚 強烈的震波導致整個魚池的水大量溢出 讓一名釣客不慎落入魚池 幸好他坐在屁股下 裝魚的冰箱也一起掉落 他才抱著冰箱沒被滅定 地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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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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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喂喂 釣魚場一瞬之間變成馬拉灣世界 車內波偷洶湧水都溢了出來 釣魚客趕緊退開 但有人一時之間重心不穩 直接摔入池子裡 都釣下去了 這也是花蓮風川的釣魚場 3號規模7.2的強震來襲 讓釣客措手不及 直接摔入池子裡 最要不得的是他不太會游泳 急緊抓著冰箱才勉強保住命 哦 這個水 你看你看 釣客都釣下去了 哦 這個有少許多的啊 其他釣客等待地震結束 拿著長條物試圖救援 但渠子太深根本無可奈何 夜著眼看有人受傷 也是焦雞萬分 哦 你們看 小蛇把釣起來流血了啦 小蛇把釣起來流血了啦 流血了 流血了 其他釣客表示 這個釣魚池深度至少有4-5公尺 釣下去不會游泳 肯定滅底 雖然這投入下地以外 讓釣客臉部割傷 但能保住性命 還需要歸功於做明冰箱